2024年3月16号 离我们70公里以外的亚江 发生了山火 然后我们这边的天已经快黑了一半了 全是从那边飘过来的 但愿每一个人都要平安 不要再烧了大火 我排出来是世界末日了 我操 这他妈毒气进来了 跑步了带你跑了 我操 三月十五日 四川甘孜州雅江县发生森林大火 伴随八级以上大风 火势迅速蔓延 浓烟遮蔽天空 成都天空昏黄一片 火势蔓延至市镇 民众纷纷逃离 网友惊呼 向极了世界末日来临 三月十六日下午 多名网友爆料 四川甘孜州雅江县境内 发生山火 据网友上传视频显示 现场大风呼啸 火势借助风势 越烧越大 并迅速向东北方向蔓延 越过多个山头 浓烟遮蔽天空 据大陆媒体三月十六日报道 十五日十七时许 四川甘孜州雅江县 夏拉镇白子村发生森林火灾 十六日十四时许 火场突起大风 顺时风力达八级以上 火场东线复燃 并迅速向东北方向蔓延 目前火势很大 浓烟遮蔽整个火场 无法抵近观察 有成都网友说 远在四百多公里远 成都的天都黄了 橙色烟雾遮天蔽日 成都的网友说 天空异常的黄 离雅江七十公里外 都能感受到这场大火 网友纷纷惊呼 狼烟四起 遮天蔽日 场景恐怖如灾难片 雅江山火 太吓人了 要世界末日了吗 下午成都的天特别黄 这得是多大一场山火呀 成都这边天都黄了 今天下午这天 黄得好吓人 当地网友说 三一八国道管制 甘孜多地停电 通信不畅 空气里都是烟 呛嗓子 过塔宫这边停电 请问知道 白马隧道附近 国头电力那边怎么样了吗 亲人在那里 电话关机了 网友发视频说 许多地区山火 已经烧进村庄 村民开始逃离家园 大火已临近市镇 不只是村里再燃 县城四面环山 三面都燃起来了 还一直在刮风 许多人纷纷逃离 雅江大火 像极了世界末日 像末日来临一样 恐慌地逃离了雅江 希望一切平安 据新京报报道 事发后甘孜州 雅江县相关部门到场处置 但因为有大风 突就难度较大 中国天气网3月16日报道 雅江县气象台 已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四川气象预报显示 16日20时至19日20时 甘孜州西南部和潘西地区西部南部 以晴健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高 空气干燥 部分地方森林草原 火显气象等级 可达4至5级 有网友说 怎么回事 以前几年也不会发生一起山火 现在全国范围内密集山火 贵州山火刚刚扑灭 雅江又发生山火 但愿没人伤亡 中文字幕前出现 中国湯沟通 中国湯沟通 海洹通 海洪沟通 伊莛图沟通 海洪沟通 海洪沟通 海洛通 海洪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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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月16日,江苏淮安发生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建筑毁损。当地官方称有两人受伤,网友说烟焦的还没处理完,怎么这么多爆炸? 视频显示,一居民区对面大街的店面浓烟滚滚,二楼的火苗还在燃烧,门窗倒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墙体被烧成黑色。 旁边写有老表的中餐厅字样。 视频拍摄者说,刚才声音可大可大了,光炸了。 视频显示,爆炸地址为祥宇小区烧烤店,临街很多人驻足围观,有一人衣服破烂,从爆炸店面走出来,上衣和裤子都被烧破。 据围观民众说,此人是该店的厨师。 陆媒报道,目击者称,今天下午四点多,听到一声巨响,后来发现是烧烤店爆炸了,店铺前的栏杆损毁,道路上都是碎玻璃。 据百姓关注报道,严街多个门面受损严重,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门窗炸飞,碎片铺满马路。 烧烤店负责人称,店内一名厨师受伤,以送医救治。 当天,淮安市淮安区应急管理局发布通告称,当日十六时二十分左右,淮安区老表中餐厅发生燃爆,两人受伤,其中一人轻微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网友说,最近爆炸的怎么这么多,昨天我家旁边小区还爆炸了,还好没有引起火灾和伤亡。 烟焦的还没处理完,这又出事了,怎么一直爆? 在我家门口,厨师衣服都炸没了,身上脸上皮裙脱了,太惨了。 感觉上天在表达对某些人的不满。 3月13日,河北烟焦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 官方压制消息,阻挡记者,截至3月16日还未通报爆炸的具体原因。 3月16日,浙江省东阳市化水站竹锡工业园区厂房着火。 视频显示,现场火势熊熊,浓烟滚滚。 目击者称,从一点烧到六点还没有停,伤亡情况不明。 目击者称,收获被打了,令人留下建立迅速中的监制太惨了。 噓美。 但是,然后你信任后评论了一年联络的监制太惨了。 我,在这几十年里,工作的时候要做到日本的一家的墙。 这样的工具,会很难收费它。 就 Como我说,剥造成功,不成功! 这个老弟弟有火害害怕了 火的烟的烟的烟了 干的 混血多了 鸡巴们 人家的鸡肉给拌包的了 看看 肥肠 火的肥肠 说火的了 不然可你还来很 什么 火的肥肠 開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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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 著火了 下四個人 到處著火 哇,泡沫香啊,你看,泡沫香烧啊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丽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丽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